透過展出的作品 以獨特的視角 記錄並呈現當代部落及都市原住民族的生活樣貌 帶領觀眾重新審視原住民族文化的多元樣貌與內涵 這次的展覽邀請了東華大學異色系教授 田明璋 原住民族攝影家 金成才以及藝術家黃景成等人擔任導師 陪伴學員以自身視角探索 並記錄當代原住民文化 展出作品呈現他們眼中的 當代原鄉與都市原民文化的樣貌 作品於花蓮市文創研區展出 至十二月八日子 當代所謂這種影像泛濫的時代 但是你會發現說 但是好像很少說 我可以是純粹影像 然後透過影像來做所謂的部落 或族人的發生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時間很短 那我們當然會希望說 他如果再有更多的能量進入 我們可以陪力不同的 所謂的年輕朋友們 在自己不同的生活領域 不管是所謂的都會的園民 或是在地的園民 其實從他們的觀點 來自主性地看到自己的 生活的各個樣貌 就是持續以這種比較 比較真實面的作品 有關原住民族作品內容 的攝影作品內容 去持續可以辦這種展覽的花 田明章教授表示 原住民族相關影像創作 仍較為稀少 這促使他們決定推出 以影像創作為主軸的青年培力計畫 透過征選 共有12位創作者參與 最終選出6位重點展示 此次展覽聚焦於原住民族 攝影新秀的作品 展現他們對當代部落 及都市原住民族 生活樣貌的獨特視角 原市新五樓 花蓮市採訪報導